歡迎回到十一月二十五號的 昇如鴻鐘教授 最近世界盃開羅一個星期 大家都在聚精會神看球 大家都看了很多 有很多人熬眼睡 尤其在香港來說 我們不用熬眼睡 時間剛剛好 我們的時間很完美 反而撞正很多朋友 尤其是上班的 工作時間怎樣處理 現在聽說 涉及英格蘭的賽事 是可以休息看的 可以隻眼開隻眼閉 聽說是學校 學校都會播 這是愛國教育 如果播放國歌來計 英格蘭 英格蘭也沒問題 God Save The Queen 現在是 God Save The King 但威爾斯又入了 威爾斯有自己的國歌 但他可以不用唱 God Save The King 不用的 那他的旗也不一樣 旗也不一樣 英格蘭不是英格蘭旗 是英格蘭旗的 旗就很閒 對於香港來說 對於香港來說 香港就最好 現在入不了世界盃 那就不需要煩 香港也會煩惱 應該會被人移動 你知其錯了 各個就錯了 又搞到牽然大波 如果你說比香港隊 打到入世界盃 決賽也好 怎樣也好 進級到現在32強也好 我想不知道你要煩什麼 你究竟要煩練波 要練天字手勢 要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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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了天字手勢 要怎樣離場 怎樣離場 拉隊離場 大哥真是慘 你未踢就要想想怎樣離場 真是 天下本無事 用人自要知 現在港協企奧委會 終於研究了一套方法 去應對現在人家 主辦單位 七男友也好 什麼男友也好 這個不只是 任何場合 任何場合 以後有足球賽事 什麼籃球賽事 什麼賽事 總之香港有份的國際賽事 這個已經要引以為鑑 整件事 如果有人聽國歌 是不是又要離場 那聽國歌 就是球迷 如果你說主辦單位 做錯事的話 對於港隊來講 支持看大 現在港協企奧委會 昨天已經 跟82個體育總會 82個體育總會 就不只是這個 總會總會 其他都要辣著 你所有事情都是 他問到 最新的指引 就是 我們現在將 82個體育總會 提供工具包 工具包裏面 有兩個儲存 國歌的USB 和兩面拘棋 另外 領導有責任 在賽前 跟主辦方交收 在播放國歌 和升拘棋之前 必須即場向賽事主辦單位 再次核大隊 我想全世界只有你香港 這麼麻煩 盡量不請你來 真是麻煩 真是麻煩 親自核對 親自核對 別人叫你交 你又不交 其實說真的 這就是國際慣例 其實這些事情 我想其他國家 其他地方 是沒有你香港這麼麻煩 沒有這麼麻煩 我都講過了 很多次在賽會城市裏面 就錯國歌也是很閒的事 事後道歉就算了 將北韓首國歌 當男朋友國歌 都試過了 總之 如果有出錯的領隊 你沒有即時提醒 有兩關要過兩關 第一 先交收 你要跟他各應 主辦方 我給了你了 我給了你了 我想他可能要找人拍照 誰是播國歌的職員 第二級職員 先拍張照 先拍張照 簽紙交收 簽紙作實 要交回條 你有沒有搞錯了 要給家長簽名 分分鐘是要 這些是笑話來的 然後第二關 如果你這樣跟你交收完 都還會播錯國歌的 我們就拉隊離場 又有T是手勢 如果沒有反應 不即時中止 即是過三關 真是有勢 多嚴謹 總之就是萬無一失 就不會錯了 黃敏超 港協企奧委會議務秘書長 黃敏超 如果這些事做不足 做不齊 就會按事件的嚴重程度 作出懲罰 嚴重的同庭子之助 黑氣 對 對 斷水喉 例如有關教練 或者球員 教練 主要是領隊 會被解約 再上一級的領隊 可能不准再給你帶隊 其實 我都說這件事 其實是非常大整股 整股誰 整股自己有 整股自己有 小隻口狼小隻鬼 多謝 這個叫不戰而勝 真的 沒有辦法 黃敏超 拿著雞無當令箭 你講了 現在左口語 每個人都是這樣 現在就是這樣 另一方面 關乎播錯國歌事件 真的 有陳國基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今天跟新聞行政人員協會 聚會 以前叫吹風會 找新聞界的大老闆 大女婿 去吹水 喝茶 那時候最早是聯絡一下感情 以前很公平的 吹風會 現在陳國基也搞一次 吹風會 叫做 交代 就講 Google事件 尤其是 國歌事件 因為 現在每個人都賴了Google 為什麼 播錯國歌 誰叫我Google 我找歌的時候 香港國歌就是願榮光歸香港 排第一 最頂級 最頂級 那不會有錯 Google不會有錯 我們出街 都賴Google 對吧 陳國基說 跟Google跟進事件 但未有進展 但不會放棄 而且他已經有方法 令到相關的錯誤搜尋信息 會沉底 至於會不會令到Google 不可以在香港運作呢 政府就有權要取得平衡 這樣說 這方面 大了 總之 不會就這樣罷休 其實他也交代過 之前那個亞洲籃球總會會長 專程來香港 又解釋又道歉 又向他解釋又道歉 他曾經 那個籃球總會會長 就說 了解過 韓國初級職員的背景 看過電腦和手機 那些人在香港沒有讀書 沒有聯繫 沒有證據顯示 他有政治動機 你說調查 你說要嚴正調查跟進 查他三代 要查他三代 查他香港讀書 有沒有聯繫 就是針對最小的 其實已經侵犯了別人的私隱 但我過錯 你還要檢查我背景 還要檢查我自己 有沒有在香港讀書 有沒有聯繫 這些搞到香港真的很討厭 我覺得 你這樣去向他跪下 我覺得非常之討厭 是啊 他還說這個是賽會搞錯 老實說 我覺得這件事 你真是首先要追究責任 首先第一個責任 就是香港男學總會 他沒有交到國歌給人 以為人知 這個禮橫折曲 針對最小的前線職員 查他三代 查他有沒有香港聯繫 有讀書 我香港朋友 哇 這樣也可以嗎 是啊 看看他要用香港貨 不如 侵犯了別人的私隱 真的很過分 另外 亞洲攬仲 會準備國歌的程序 他認錯了 又反省了 欠謹慎 就說成立 因為香港問題 會成立中央儲存庫 去儲存國歌 給他下載 給職員下載 以後職員播放國歌 就一定只能夠在中央儲存庫 那裏下載國歌來播放 其實就不需要 黃敏超又準備USB手指 是啊 這個資訊科技專家 方寶橋 這個叫ITQL 因為他是香港資訊科技會長 商會的榮譽會長 方寶橋 他就說 你Google 去令這些訊息 不出現 或者排序不好 其實是有辦法的 你令到一些人 以後其他人 你說國際其他人士 如果你搜尋的話 如果你搜尋中文 就是說香港國歌 就會出 完榮光歸香港 如果你說搜尋英文 也是 是 Glory to Hong Kong 這樣 如果你要搜尋不到的話 其實是有得商討的 或者重新出現正確的答案 是有得商討的 或者要去置頂 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譬如 你法例上 你可以說 我們因應香港的法例 政府可以跟不同的網站 做下架的動作 不同的網站 現在問題就是 不是網不網站 是Google 你搜尋器那裏 它可以優化系統 令到一些搜尋結果 就不會置頂 這樣 這個就要看看 我們之前都說過 就是說 這件事 就反映了 香港的 這個 創科局 或者IT的專家 政府IT專家 是多麼廢 其實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局長 就是孫冬 經過我們 罵完他一輪 就說他廢之後 他終於 後知後覺 即是懂得去找 星期一才來找 Google 亞太區高層會面 提出嚴正交涉 這樣說 就是人家搞人 總之 他就說 嚴正交涉 現在不講主動約見 怎麼會置頂 現在不講主動約見 主動約見很醜 其實很示弱 可能主動約見 就是嚴正交涉 以我所知 亞太區的高層 那個高層就未必是主席 他只是說高層 亞太區不是主席 是不是 不在香港 在台灣 我印象中在台灣 甚至乎在新加坡 那些高層 沒有在香港 因為國安法之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 處理Google YouTube 那些黃標問題 我都嘗試找過他們 但香港是找不到的 香港是有一間辦公室 但就在那個 那個時代廣場那邊 那他就說 就是嚴正交涉 現在宣東找到嚴正交涉 搜尋結果不正確 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士 的行為提供藉口 對本地或者海外的網民 就造成誤導 更加對香港特區和國家 造成嚴重的損害 要求遲而除 不實的 或者是虛假的資訊 這樣說 那就是 這件事 我不知道要怎樣搞 你搜尋 如果從搜尋的層面來講 那個preference 那個preference 就是我們通常搜尋的頁面 就 你究竟 你有很多頁的 你出了很多不同的資訊出來 那他應該 我想最起碼要做到 符合到的說法 就是你第一頁 如果你搜尋香港國國 你是不是要出特區政府的聲明 不行 如果有人搜尋香港國國 一定要出到特區政府的頁面 即香港新聞署的頁面 就是關於香港國國的聲明 我想可能要這樣做 但你在網上 等於你國內的小粉紅 國內的人 要翻牆 要表達訊息的話 有很多方式去 有很多方式去玩 你做了多少次 每次出聲明 每次搞新的聲明 每次搞懶人包 每次搞USB給人 無日無日無日 自己找麻煩 非常之麻煩 不過這件事 其實是很棘手的 棘手在於 以前我們經常說 國安法之後 會不會令到香港 搜尋某些東西 即香港的網民 搜尋某些訊息的時候 會被Block 即搜尋不到 Google是可以這樣做 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現在有些東西應該是這樣的 但即使你Google這樣做 其實你美國的國會有壓力 你的此期就是 就算他做到了 就算讓他做到了 這個問題 你也解決不了問題 解決不了 因為現在你針對的對象 就是這些國際體壇 現在你針對韓國的低級職員 韓國低級職員在搜尋的時候 他不是經理香港的IP去做 是的 他在海外搜尋 就算你可以令到香港所有搜尋 都是彈政府的聲明出來 你全世界搜尋都是這樣 是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現在你的國安法 即香港要做這件事 就是凌駕性了 是啊 凌駕全球了 即我不靜止 我在香港搜尋香港國歌 要出到政府的聲明 並且我要全世界 一百幾二百個國家 全部去搜尋的時候 只能夠出到香港特區政府的聲明 是的 不可以看到有願榮光歸香港 真的好兇啊 如果你要做到這樣的話 就好兇 所以呢 我明白為什麼 陳國基說 整件事沒有跟進 因為整件事太複雜 我覺得如果你可以這樣做的話 居香港就可以可大可小了 即是全世界任何政府 只要出一個聲明的話 你為什麼都不能做呢 你的Google就要出你的聲明了 伊朗可以出一個聲明 你搜尋一個女性 女性呢 用個字 一定要想出一個聲明 包含的 這樣就算是 即是女性戴口罩 即是戴面巾 頭巾是正確的 是的 要全部人 一刷女性 就刷到一個戴著面巾的女人出來 是的 是不是這樣呢 即是你這樣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 是的 即是你一個國家 或一個地方的標準 不能凌駕全世界 現在香港政府是所做的 即是你整件事 其實有一個交著的狀態 拉腳的狀態 我可以給你香港 我頂盡了 你香港這樣犯法 是的 但其他國家 如果我說 我唱願榮光 不犯法 是的 我在韓國唱願榮光 哪裏犯法 在英國這半年 我聽南光 多過聽 要唱榮光 所以你是不可能的 即是 最多 你現在 既然你做不到 就算是陳國基這樣說 他都說 其實有很多記者 就問他 你會不會 意思就是 你會不會 因為這樣 來封殺Google 其實陳國基 都不敢去說 他說 政府有權 是要兩方面 取得平衡 自己不會的 就這樣算數 即是 如果你去到這樣的話 我覺得 特區政府 不可能和全世界為敵 你特區政府 做了很多事情 現在來說 都已經和全世界為敵 與人為敵 是嗎 你現在去到這步 就去到很盡 很盡 現在很明顯 是小題大做 小題大做 小題大做 你也 聽說 越講越盡 我早兩個禮拜都說 你那些左口語 越講越盡 造成結果 就是 夾政府 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你解決不了問題 是嗎 你解決不了問題 你調查完 蔡會節員 調查了三代 看他和香港沒有聯繫 你要那些人 和香港沒有聯繫 那你還說自己是國際城市 是嗎 你也不可能交代 然後 老實說 這首歌 周圍都是這樣播 現在在加拿大 在美國 在英國 你是否可以 做到一點 Google以後 不准播這首歌 不准播這首歌的名字 就是這樣 要不然 我們就搞你Google Google 就這樣做 Google 其實他就 如果你是YouTube YouTube 它有辦法 YouTube 如果你說 Search 譬如你說 一個 你當是 你的武漢肺炎期間 三年疫情 所有東西 關於疫情的資訊 他就會在下面 有一條連結給你 就是 世衛 關於COVID-19 的正確資訊 他就建議 如果你任何片 任何片段 是跟武漢肺有關的 那麼他一定 他就下面 加一條這樣的資訊 就叫你按過去 他最多就是做到這樣 是啊 你說 總之我search 武漢肺 我就刪了你 不讓你上去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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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這樣做的 不可能這樣做的 你凌駕不得過 沒有費吧 是啊 香港國歌 你最多下面 你補充資料 此為 香港新聞處 官方的正確聲明 香港 是沒有自己獨立的國歌的 只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為什麼呢 他會這樣說 其實就是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最多就是要求他這樣做 但是 那些網民 全世界的人 你不理會 你就另一回事 最多是會做一個這樣的補充 而我估計 最後最後 會以這樣的先例 可能在YouTube上 做一個這樣的示範 搜尋引擎 可能在頁面裏 置頂的 就是特區政府的聲明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不是會這樣 拭無以待 不過就算這樣的話 特區政府都已經交了數 只是想交了數 你現在看到 國際藍總的主席 他自己親自過來 親自過來 低聲下氣 道歉 查了其他三代 查了其他三代 不關你的事 主辦當局出錯 都認錯了 爭在你沒有叫他電視認罪 好像周子余當年那樣 是啊 事實上那些事 是否賽會錯呢 我都覺得有得相確的 你自己不交國歌 怎麼要求別人知道 你想國歌是什麼 這是非常離譜的 另一件事 今天發生的 就是612基金案 是 今天就是判刑 是 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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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基金 沒有去做社區註冊 這件事是罪成 因為其實 他在去年9月的時候 612基金被捕 其實牽涉了兩件事 除了沒有社區註冊之外 其實主打的 你文匯報 文匯大公 大字標題去報導 當時就是 勾結外國勢力 就是說它是 勾結外國勢力 正正就是 現在國安處 懷疑你 勾結外國勢力 所以呢 他可以通過國安條例 執行提交物料令 提交物料令 其實他已經找到 他手上國安處有的捐款來源 捐款人的資料 所有捐款人是誰 究竟有沒有外國勢力 其實就知道了 我也說 如果你國安處一早已經掌握了這些資料 都沒有進入勾結外國勢力的話 其實就沒有個案 現在只要跌落地下 就是告你一條勢 暫時似乎是這樣 你不知道他會怎樣 這麼多人捐款 你真的很難排除有些外國人 一定有的 你知道陳書基是天主教會領袖 當然有些支持者 有很多天主教徒是洋人 外國機構 所以如果這樣叫做外國勢力的話 你會進入他 這個政府也是敢做的 因為我想這一方面 如果最壞打算 其實他就會找那些名單 那些捐款人的名單 恐怕他可能會逐個去調查 別人騷擾別人 然後就問究竟你有什麼意圖去捐款 最壞的打算就可能 嚇到你們不敢捐錢 如果你真的 你找其他八個 你一個不幸運 你有些所謂鬼來的 捐錢給他 然後我自認 我當時 我代表誰誰 我受到誰的疏勢 我代表特朗普 捐錢給612基金 那你水勢都不清 是啊 但anyway 今天 就現在判了他們 這個叫做社團註冊的罪行 這條很輕騎 罰錢了事 五個信託人 分別是陳書記 陳日君書記 大律師 吳可疑 還有前領大的教授 許寶強 歌手何韻思 還有何秀蘭 再加上一位 他們是幹事 是幹事 就是幹事 就是施承威 社民連的成員 他是6個人 5個信託人 罰款4000元 施承威 只是罰款2500元 這個我想 就是參考上次 民陣的罰則 因為民陣 二十多年沒有註冊 最後二十多年 接近十幾年沒有註冊 都是罰了8000元 現在兩三年沒有註冊 罰款4000元 罰一半都很多 施承威的問題 是否幹事的問題 施承威開了一間顧問公司 叫ETAQUA 就說 我們不是幹事 純粹是 他跟信託人有合約關係 就是外判 現在法庭裁定了 你是幹事 你是擔任師傅 你亦有很多決策 很多重要的決策 你都參與討論 你還不是幹事 你是幹事 你就要被罰款 施承威之前 都嘗試過出境去旅行 有兩行 被人截住 理由呢 警方說他涉嫌勾結外國勢力 是關乎612基金 我現在這樣看的話 即是說 612基金的案件 去到現在一年了 查了一年了 超過一年了 都只是在找這個 都只是以這個 沒有社團註冊 去判你 但是代不代表 勾結外國勢力 罪這樣就完 呢 就未完 的 即是似乎有下文 你先為這件事 都會有下文 是的 但是也有一個滑線期 這個滑線期 一般來說 應該是兩年左右 應該是 兩年左右 不能拖太久 因為拖太久的話 你是會對當事人 你的被捕人來說 是造成嚴重的滋擾 但是政府不理這件事 最近你看到黃之鋒也是這樣 黃之鋒案件就是這樣 黃之鋒案件 有一件事 是關乎西灣河開槍警員 被起底案 黃之鋒應該是起底案 黃之鋒在2020年8月16日 在Facebook裡 將貼一條連登的連結 有一張改圖圖上面 有我們老爸是殺人犯的字眼 即是一個這樣的連結 內容又關乎開槍警員 以及他家屬的個人資料 黃之鋒的Facebook 已經在一天內 將那個連結刪除了 但是 哇大哥 如果你受到警方 超乎你 超乎你 二十歲才看著你的Facebook 真是 我想他有專人去看著他 真是 一天之內刪除了 現在 你見到 控方那些證供 已經是巨勢無謂 雖然你一天內刪除了 但是已經留意到 你有五千個互動 一百八十個留言 以及三百七十六次的轉載 你是公眾人物 你是公眾人物 你這樣 你這樣 即是 他這樣已經構成了犯罪 覺得你就這樣叫藐視法庭 另外 這件案件 其實這是禁制令 這是關乎警方有關的個人資料 當時 在反送中期間 法庭頒布禁制令 不可以亂傳個人資料 沒錯 正正就是 黃之鋒貪過癮 分享了連登一條連結 所以就等於藐視法庭罪 所以現在 你同案來說 不只是黃之鋒一個人 他現在 清算了 什麼叫做其他網民 曾子成 李百立 和王國良 告訴你 警方 律政司 現在不只是針對黃之鋒 我又找其他人陪葬 沒錯 不過他現在選來陪葬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有幾千個互動 376次轉載 即是有300多個網民 至少是告三百多人 就是藐視法庭 那你是不是三百六七十六人都被告了 應該是被告了 照計都被告了 但你選別人來告 然後告訴你 噢 剛好有黃之鋒粉 那就告你了 哈哈 那這件事 那就是 無所不容其極 卑劣沒有底線 因為這件事 其實是昨天的事 法官也質疑他 律政司 隔了兩年 突然向高等法院 申請許可 交付民事來藐視法庭的程序 就要告黃之鋒 和另外幾個網民 但是 接到柯打的 這個法官高浩文 就非常憤怒 他就說 昨天頒下判辭 他就罵這個律政司 就狠批律政司 沒有解釋 為什麼你延遲這麼久 是啊 如果你說藐視法庭 為什麼你延遲這麼久 他說我自己很忙 高浩文 我自己很忙 他說質疑 是否有人將案件入倉拖延 就等到適合時機 才針對個別人士去起訴 他這個不是問題來的 這個我相信 他是理解來的 這個是理解來的 大哥 為什麼你拖延這麼久 就是 這個法官買了 我就知道你 你玩什麼 你有什麼意思 大哥你有這麼多資料 你剛才我都說 這麼多資料 黃之鋒 多少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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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個轉載 376個轉載 186個留言 376個轉載 你都知道了 其實這些東西 你即日就知道 你即日截圖 你過了截圖 你過了截圖 黃之鋒那天delete 你找不到這些東西 你即日截圖 你應該即日知道 你即日搜證 這些東西 為什麼你那天搜證到 完結了 你那天搜證到 這些資料 你那天不去 給法庭 不給高等法院 兩年後才給高等法院 這就令我們懷疑 其實你現在警方 和律政司的做事方法 就其實現在好像 將大陸那種 口袋罪的做法 就放來香港玩 什麼叫口袋罪 高浩文就有這個意思 很清楚 你知道什麼叫口袋罪嗎 口袋罪 大陸就有很多 你一定會犯的法 尤其是跟稅務有關 每個人都會犯的 但是 他沒有能力全部執法 我們經常說 大陸理解法治的說法 就是有法必依 依法必嚴 但其實現實來說 沒有可能做到 很多人是 因為你執法機關 你能力是有限的 你能力有限的時候 就選擇來做 選擇來做 針對性去做 你針對性去做的時候 看看你誰不順眼 那些人就會問 你怎樣去選擇 看看誰不順眼 很簡單 黃之鵬一定是不順眼的 有些事情你一定會入硬 很多人都會入硬 但他當 人人都覺得邪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的 你抓到這麼多人嗎 但原來不是 律政司和警方做事 只是會選擇某些人來做事 法例執行的時候 你公不公正 你就會令人懷疑 不用懷疑 是不公正的 這兩年太多例子說明 律政司現在的檢控做法 完全違反了過去的所謂的檢控政策 根本就是針對性去做政治迫害 社團註冊 迫害了A基金 大家都明白 社團註冊的例子 是針對黑社會 你針對一個這樣的組織 很清楚 你大費周章 運用這麼多法律資源 現在罰了幾千元 為甚麼 根本就不對應 很多法律界人士都質疑 你根本做法不對應 是吧 但他們照做 他們就放在那裡 打壓A基金 我看你不相信 你維持這個法律權力 所謂的權利 保障被檢控人士 有公平的法律資訊 哇 這些政府最不想出現的事 你們都做了 針對你 這麼簡單 是吧 如果你說真的為了這個條例 很多的左口語 自己搞的關注組織 全部都中了 民建聯的議員搞多少 有沒有事 沒有事 是不是 你看民建聯的議員 那些履歷 他們下面的組織 團體 一定很多都沒有註冊 那有沒有事 所以這是針對性 玩政治迫害 一句都說了 不用多說 也不需要騙人 政府現在擺明 就玩政治迫害 你黃之福真是醜 我就要搞你 是 其實這些拖延 司法拖延 以前我們經常說 如果你的案件拖延的話 就影響公正 就算以前湯家驊都說過 這個delayed justice is not justice 他現在不會這樣說 現在就不會這樣認 但是現在 這些案件 尤其與政治相關的案件 不斷拖延 其實令到相關人士非常大壓力 以後就不知如何 為自己的將來和前途 去做規劃 他就是想你這樣 就讓你活在恐懼之中 就讓你不敢亂來 讓你個個都是 隨時可以搞你 讓你黃黃不可終日 其實現在的情況很簡單 你當一條法律 與現實相符太遠的時候 我們經常說罪不責眾 當你立法律的時候 究竟可不可行 你就要想一下 是否有能力全部執法 如果你覺得 有法必依 依法必嚴 這個是法治的鐵律 那我就要問你 是否所有人犯法 你全部捉得了 如果有那個犯法的人 多到一個程度 你是執法不完的時候 那你就只能夠選擇來執法 但是你選擇來執法 那些人就問你 其實你根本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犯你的法 因為你離地 離地為什麼呢 因為立法的時候 諮詢得不好 諮詢得不夠 和民情是脫離 是不是 所以 才會犯法 現在的法律不用諮詢 現在就全部黑相作業 公佈之前也沒有人看過 法律原文 是不是 現在的法律就是這樣 現在立法會廢 林定國 其實他長兩天之前 跟這些立法會議員 現在是很流行的 就是開這些叫前廳會議 前廳會議 前廳會議 就是白拍肩膊 就是針對這些 前廳會議公為政治 是的 是的 這個就等於立法會議員之間的吹風會 是的 清點數據 清點數據 喝杯茶就搞定 喝杯茶就講數講定 有沒有記者在場都看不到 任你怎麼說都可以 任你怎麼說都可以 有什麼牙齒印呢 我們在前廳裡搞定他 是 前廳我們做了前戲 進去立法會裡面 按劇本辦事 大家做著戲給人看看 大家就有了默契 就是這樣 就不需要這麼爭吵 這麼多爭吵 就是在這裡青根報宴 都不會有爭吵 現在立法會還有爭吵 不會 不會 但是 有時候 對正經的事情 都有真實的討論 那 滴致遠 就以這個 立法會裡面 唯一一個民主派 他就這樣說 我不同意 是的 當然對反送中的案件 那就緊張一點 懶得緊張一點 會得分的 大佬 繼續說自爆給人 我說是民主派 一定沒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 他那個 他自己本身 又不是普選產生的 他只不過是 功能組別裡面 社福界 社福界 那個投票率才只有18% 是的 那個營受性的嚴重不足 不過Anyway 他既然緊張 都歡迎 他就說 他跟律政司 林定國 談過 交代過 談過 現在的反送中案件 你究竟怎麼搞 你拘捕了一萬二千 一萬零二百七十九個人 這麼多 你現在拘捕了這麼多 你說律政司 已經給了意見去檢控 真是落案起訴 又成三千人這麼多 差不多接近三千人這麼多 你剩下的那七千人 你拘捕了 又未起訴 那怎麼辦 已經過了兩年了 其實就近三年了 三年了 兩年半了 差不多兩年半了 那怎麼辦 你拘捕了太長 是不是不太好 那阿迪志遠 就說 其實他前天就說 他引述 他引述林定國的說法 絕大部分個案 其實應該已經處理了 應該是結束 應該是 律政司說應該 不是很肯定的意思 應該是結束 那就是說 如果你拘捕了一萬零二百七十九個人 另外七千人 是不是已經結案了 最重要的結論 就是結案了 這七千多人 是不是可以放心 讀書 就夜 怎樣都好 是不是可以這樣 那 林定國 這件事 在前天爆出來之後 我律政司 他已經急急的發稿澄清 澄清 因為當時 律政司講到的情況 就是說 大部分人都已經查了 還有那七千人 主要都是 食物的教育是輕微的罪行 包括 非法集結而已 所以 律政司就可能 採取一個結案 不再送到法庭審訊 這個 情罪 例如說 講到次層層 所以 律政司就要澄清 但是 他跟你說的 他澄清什麼呢 他就說 哎 他就說 他就說 律政司已經 就警方提交的 超過一千二百宗案件 提供的法律意見 但是他警方 不會將所有處理的案件 交給律政司 那就是說 如果在七千多宗案件裡面 有1200宗案件交了 就是 被警察保存 有1200宗案件交給律政司 有1200宗案件 有部份就不會檢控 有部份就不會檢控 因為 最後你起不起訴 都要看證據 你都要給律政司 看過你有沒有證據 有沒有案件 你才去告 所以跟律政院講法 基本上是不一致的 不過律政院就 沒有辦法 都要報告 他就是主派的 即是他大安置疑 他覺得 即是結案 當然有記者問我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迪志願說你也相信嗎 迪志願說我相信兩成 可能 即是律政司的澄清新聞稿 他主要這樣交代 執法機構不會把所有處理的案件交給律政司 案件仍然或者仍然在調查 暫時沒有需要跟蹤 即是警察當然要砌足夠的資料 覺得可以進行最後檢控重序 是 查完了 他才交給律政司 然後讓律政司 決定是否檢控 律政司 當一刻就會 看回警察交上來的調查資料 認為證據充不充分 是否可以提堂 提堂的時候 即是勝算高不高 要考慮這些事 是吧 會不會製造一些其他問題 律政司就考慮這些事 現在你最少都不考慮了 你隱藏下去高了 差不多都 現在他的問題就是 他1200個 他只是考慮那1200個而已 那迪志願說到7000幾個 嗯 我不知道這些是捉錯用神 還是說 就是這樣 講了 講大都沒有壞 1200個是少數 因為其實是 你去做這個起訴 是2909人 是啊 2909人裏面 就說 1200個才給了意見 另外那 1700個 你都提堂的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 是不是冤獄還是怎樣 有些可能已經提了堂 有些可能已經在坐著了 是啊 那就是安高型 一個處理的程序 你看到有一個經典的例子 就是你講7.1 佔領立法會案 7.1佔領立法會案 人數更多 是啊 還有 你牽涉的時間也有兩天 你不是說 因為他有那個 即是 他連登裏面有討論 究竟選什麼地方來佔領 最後參與者有哪幾個 這樣 可能複雜一點 其實是 但是那個複雜性來說 他要令到他有兩年的守證 而且你現在 你一直在排隊 你每天都要告 這樣 這樣 是啊 其實 迪志祖主任 就是說 他 在 林定國口中 聽到他說 他說 拉得那麼長 案件拉得太長 都不是那麼好 都不是那麼好 其實他上任沒多久 林定國口 他說 不是那麼理想 但是 他那時候說 他要加快處理 他沒有說不處理 他叫法官加班 沒有說不處理 這個政府現在做法 就是 告得當然要盡量告 他根本要嚇你 要震懾 不告得他也要告 我都勉強告 他也要這樣告 是啊 要震到你攝光 所以你迪志願這樣引述法 我不知道他是天真 還是聽錯 還是說自己 自己 主觀議員 主觀議員 所以為什麼你高浩文 高浩文就是跟你說 我好忙的 你日日要處理這些案件 可能要加班 你現在玩完明顯的嫌誤 你玩東西而已 即是現在你專程 高浩文擺在裡面 是講這個意思 他用提問方式 已經講這個意思 大哥 他質疑你政府的動機 在反送中裡面 10279案件 你都還沒處理完 現在李佑嘉欣 現在李佑嘉欣 下來 抽清網民 小事 拖了兩年 你現在弄這樣 這個就是譴著言誤 譴著言誤 就是明顯玩東西 我們解讀來講 非常之離譜 所以你說 你在司法界 李佑嘉欣 見著那些鬼佬 又開國際金融峰會 又回來了 又那樣 有什麼講好香港故事 香港有司法獨立 有司法公義 整件事 你的處理 何來公義可言 大家有人看的 大家放心 這些新聞 我們大家都看的 也都有人會說的 不是靠你的官 所謂講好香港故事 講講大話 講講官長的文章 就騙到人 當然 我們面對著這些 睜大眼講大話的事情 我們當然要有義務去踢爆 我們繼續發聲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見 拜拜